李敖先生曾说,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,敌人不计你的解释,朋友无需你的解释。 懂你的人,无需多言,也知你心事。 不懂你的人,费尽口舌,照样嫌细丛生。 有时候,与其浪费时间去拼命解释,不如尽力做好自己。 不解释,才是人生最聪明的活法。 一,有些话,不听也罢。 苏氏说过,人生如逆旅,我亦如行人。 人生旅途中,每个人都注定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前行。 很多时候,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感同身受,你所坚持的,热爱的,选择的别人未必会懂。 张爱玲是出了名的彩米,她曾说过, 不知道钱的坏处,只知道钱的好处。 钱就是钱,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。 甚至连她笔下写出来的人物也多是彩米。 曹其巧为了钱,不惜牺牲子女的幸福。 白流苏为了钱,不惜抢自己七妹那个有钱的相亲对象。 不少人批评她败金,甚至觉得她丢了文化人,是金钱如粪土的名声。 她却一如既往,既不解释也不掩饰。 直言道,一学会了败金主义这个名词,我就坚持我是败金主义者。 倘若深究,其实不难发现她为何如此。 张爱玲虽出身富贵之家,但不幸的是,她的父亲挥霍无度,整日沉迷风月场所。 久而久之,家境败落,家里只能依靠变卖东西维持生计。 为此,她尝尽了没钱的委屈。 有一次,她为了向父亲讨要一点学钢琴的费用,卑微地立在烟谱跟前,而父亲却久久没有给她回应。 从小缺陷的经历,让她从骨子里兑钱分外重视,但她却宁可顶着骂名,也不愿喋喋不休地向世人唠叨她的痛苦和委屈。 知我者为我心忧,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 世事严凉,人情冷暖,倘若真不狠狠扎到自己身上,别人根本就难以感同身受。 就像村上春书说过,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,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。 即使解释,人家也不会理会。 酒的干裂,喝过的人方知,药的苦楚,服过的人才懂。 道尽千言万语,未必迎来懂你的知音。 看淡那些不如意的事,忽视那些苛责你的人,默默承受,叙事乏利。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体会你所面临的境遇。 二,有些人不必理睬。 常言道,井蛙不可与海,下重不可与兵。 站在山脚的人,永远不懂山顶的风景有多么震撼。 干居西畔的人,终究不懂大海的波涛有多么汹涌。 层次不同,不必解释。 有这样一个故事,一位知名棋手正在自家院子认真钻研棋局,忽然有一位陌生的客人前来拜访他。 客人见到他,细血地说,听说您是世界上最懂围棋的人,那您知道棋盒里到底有几位棋子吗? 棋手文言,微微一笑,黑子一百八十一枚,白子一百八十枚,总共三百六十一枚。 客人听后哈哈大笑,立马反驳道,你错了,只有三百六十枚。 说完,他悄悄拿出刚才趁棋手不注意,从棋盘里拿走的一枚棋子。 棋手的学生知道客人是来找茬的,便忍不住和客人争论起来。 棋手健壮,却让学生退下,连声向内人道歉,您说的对,确实是我错了。 客人嘚瑟道,怎么样,我赢了你吧?于是,这才潇洒地离去。 学生很生气,便问棋手,这人明明是在捣鬼,您为何不具理力争? 棋手耐心解释说,既然你知道他是来无理取闹的,为何还要与他争论? 白白浪费时间呢? 正所谓,常与同好争高下,不予傻瓜论短长。 人活一世,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。 认知、见识和格局的差异,必然会导致观点和见解的不同。 当一些人还在原地踏步,津津乐道各种八卦时,还有一些人的目光,却在冲进星辰大海。 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,余生很贵,何必浪费? 要知道,这世上并非所有人都能和你站在同一个高度,把该说的话,讲给听得懂的人才是一种聪明的智慧。 三,有些事自有公道。 南淮锦先生说,人生在世,被人批评没有什么不得了。 如果对别人的谈论过分认真,那一天也活不下去。 谁人背后不说人,谁人背后无人说。 争辩也好,解释也罢,是非功过,自在人心。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有一位少女未婚有了身孕,但孩子的生父却不知所踪。 父母几番追问,少女无奈之下,就随口瞎编孩子父亲是父亲庙里的一位高僧。 于是,父母气哄哄地带着孩子找到高僧,要求高僧承担责任。 高僧得知后,淡淡说了一句,这样子便默默接下了孩子。 镇上的人得知后,纷纷辱骂高僧,甚至有人吵他扔鸡蛋,恨不得把他赶出小镇。 但高僧却不为所动,每天用心抚养孩子。 直到半年后,孩子的生父找上门来,少女这才承认当初自己冤枉了高僧。 解开真相后,镇上的人纷纷来向高僧道歉。 高僧又是淡然一笑,是这样子啊,便把孩子交还给了少女,照旧安心过自己的日子。 小和尚不解,问高僧当初为何不出来辩解? 高僧却说,倘若能解少女之困,拯救一个无辜的小生命,被误解又有什么关系呢? 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误解,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遭质疑。 与其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,被纷繁复杂的流言蜚语所扰,不如选择净水流声,以实际行动来做出回应。 有道是,路遥知玛丽,日久见人心。 你是什么样的人,终究会被世人所发现,不必解释,无需讨好,做好自己,问心无愧就好。 四,不解释,走自己得路。 佛阅,人生本过客,何必千千解? 世事无常,人世变迁,有太多的纷纷扰扰。 与其争辩,不如争气,与其解释,不如行动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低头行路,笑怼荣辱,他们从来不会活在别人嘴里,更不屑活在别人眼里。 北宋大臣吕蒙正,年轻时白天在寺庙蹭饭,晚上睡在破庙,衣不避体,风餐露宿。 后来因为出色的才能,他被着生为父宰相。 一些出身富贵的官员,极度他如此出身,却能身居高位,于是愤愤不平。 有一天,一位官员在他上朝的路上,隔着教子连大声指责他,就这种人,居然也配做宰相。 其他同聊得之后,都很生气,想为吕蒙正鸣不平。 吕蒙正却不以为意,而是更加尽心尽力,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。 一次,宋太宗洋洋自得,觉得在自己的治理下,老百姓各个安居乐业,别人都依附和,唯独吕蒙正却站起来直言不讳。 臣曾经看到城外不出树里之地,鸡孩儿死者很多,不是都像城里这个样子。 如此一番话,惹得宋太宗分外扫兴。 别人笑他傻,差点因为直言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 而他并没有理睬他人的意见与耻笑,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,鞠躬尽瘁,为民请命。 最终,吕蒙正因为宽厚的品行和杰出的政绩,让世人所折服。 有一句话说,嘴巴是别人的,但人生是自己的。 是是非非,解释经历,功功过过,都成往事。 若想活出闪耀的人生,需要的并非解释与争执,而是坦坦荡荡,做好自己。 有一位哲学家曾说,你永远都不会知道,别人嘴里的你有多少个版本。 越解释,越抹黑,越争辩,越受伤。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有江湖的地方便有闲言碎语。 高山终究会耸立云端,雄鹰自然会展翅翱翔,公道自在人心,功过自有人凭。 愿余生纷扰里,我们能够活成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。